古往今来追名族理,有多少家族因此搞到四分五裂,又有多少政权因而衰亡 晋失错立,分封司马仕于各地为王。无奈,王族之间不和同失措过,扬成了八王之乱。 有些王族还请了北方的游牧民族好像匈奴仙卑那样南下作战,结果出现了五胡乱华,五胡十六国的局面。 混战了几百年,百姓颠倍流离,力尽苦楚。 内地文化大革命期间,以阶级斗争为纲,有人主张越乱越好,结果将国民经济拖到破产的边缘,岂能不以市为家吗? 今日我们再提倡和谐社会,而这个和谐要由每个人自己的心做起,假如每个人的心里都平和,小计较,小凡操,对人有善不生气,社会就能够达到和谐。